我觉得设计其实很简单 而且是放松去做的 包括这个空间也是 在我做的时候 我也没有特别想把这个空间 做到某一个风格 或者是做成某一个形式 只是我觉得舒服就可以 大家好 我是独立设计师黄吉 设计师黄吉专注简单生活化的设计 擅长运用一些朴素的元素 使空间充满了不寻常的气质 看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整个空间就是四百落地 我是遵用了这个空间 但是我也不想特别含糊地去使用它 所以我选择了一些既简单 然后在费用上又省钱的一些手段 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空间的入口处 我是选择了一个带有颜色的一个柜子 这个柜子是同内蒙古运过来的 一个相当老的柜子 我们的工人帮我把它加固以后 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选择它的一个把手 是因为我可能没有看到更好的 或者是更适合它的把手 但是它的颜色放在入口处 我是觉得很舒服 我在这个桌子上又选择了 或多或少的一些带有颜色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明黄色 还有一些很沉稳的这种忽蓝 我是觉得整个颜色 叫进来的人看到以后会很开心 然后同时又是很温暖很阳光的 我在选择这些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没有过多强调说它有多么的奢华呀 或者是多么的精致 只是很自然很朴素地呈现给大家 在客厅的沙发背景墙上 黄吉则是选择了最为朴素而粗糙的红砖墙 我是80后 然后都有一种红砖墙的情节在里面 所以我就故意做了一个红砖墙 这个红砖墙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当我租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看到四周全是白色 然后我发现它里面的基层 是用红砖垒起来的 我没有做再添加的一个装修或设计 反而去把它拆掉 这样的话露出了就是我自己很想要的 一个红砖墙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这样的话 整个空间一下就压了下来 而且很亲切很舒服 然后颜色也是很温馨的 包括我在这里边搭了很多 不是一个风格一个体系的家具 我坐的这个沙发可能就是更偏一些美式的风格 一些小凳子 墩子都是偏中式的 这些家具放在一起 它并没有一个冲突 反而觉得还是很舒服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空间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它的那种和谐舒适亲切 整个空间几乎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黄吉只是简单地做了两组隔断 我不想把这整个空间封闭得特别死 我想叫它有一种流动和通透的感觉 所以在做这个隔断的时候 我是做了一个颜色是趋于原木色 但是它的是相当通透的 不会叫人坐在里边或者是坐在这个空间 觉得很闭塞 这个吊灯是我自己去制作的 在市场上可能没有这种类似的 我是想着空间很大 我不想每一个空间都有一个灯 这样的话反而空间特别碎 特别乱 同时是很统一的 然后从生活的那个使用和照明上 完全能达到我的要求 其实像这种灯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做法 在现代的这种空间里边是经常常用的 而且这种黑色线条能使整个空间有一种很流动 很灵动的感觉 在客厅的一角 黄吉专门为自己设计了一处装饰墙 这个角落是我自己平时去画画 然后创作的一个小的艺术角 我觉得我们平时去挂画或者是照片墙的时候 不一定特别死板地去 很规整地去摆放它 我们可以很随意大小去穿插 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形式 甚至有一些形状不一样的或者是圆形的 更甚至是可以参加一些植物的悬挂 然后一些饰品的悬挂 我觉得这样的话整个墙面就会更丰富 而且很轻松 在整个空间中随处摆放着各种植物 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形态 为整个空间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我是觉得整个空间有了这些植物 我每天都非常开心 甚至这些植物的一些器皿 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形式都是不一样的 甚至有一些非旧的木桶 都可以做一些插发的器皿 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心情